我在AXE上面从0到累积到100万美金的销售额花了多长时间 不讲废话 立马给你看后台数据 我是从2018年7月开始上我的第一个产品 第一个月我获得了132美金的销售额 第二个月360美金 第三个月1780美金 到了第四个月10月份1194美金 11月也就是我在AXE上面开始的第五个月 我获得了2343的美金销售额 2018年结束我在AXE上面销售了1234566个月 获得了6753美金的销售额 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 2019年整年我获得了10万多美金的销售额 我们可以看到我在7月份获得了整年最高的销售额 在2019年的7月份有12390美金的销售额 2020年全年我的销售额是31万8千美金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销售额是从2020年的3月份之后 开始获得了迅猛的增长 那么2020年3月份大家应该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疫情来临了 大家各国都宣布要封闭在家 不能出门 因此也大大受益了做电商的人们 那个时候 我记得为什么我们的销售额会有那么大的增长 是因为本来在亚马逊的卖家 他们的货是需要从中国发货的话 那个时候的船 货运 一切的运输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他们的货品不能及时的进到FBA仓 所以很多产品都存在了缺货的情况 但是在AXI这个平台上 特别因为我是居住在美国 我在美国有仓库 所以我们不存在有货物短缺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货都在我们美国的仓库里面 因此AXI这个平台在当时 特别是做口罩的人 获得了巨大的红利 很多本来要从亚马逊上购买的消费者 就转向了有货的平台 在当时就是AXI 在本土的一些小商家 他们在美国有仓库 他们可以及时在美国发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2020年我的销售额 获得了巨大巨大的增长 因此我在2020年的销售额突破了30万 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的数据 2018年7月开始 我在AXI上面开始上我的第一个产品 2018年全年也就是6个月的销售期 我获得了6700多美金的销售额 2019年我在AXI上销售的第二年 我获得了超过10万美金的销售额 到了2020年3月份的时候 我的销售额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得益于很多本来从亚马逊上购买的消费者 转向了AXI这个平台 我的销售额首次突破了30万 来到了31万8千 算上2018年2019年 到了2020年 这三年加起来 我总共获得了超过41万美金的销售额 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我的销售额是多少 加起来有没有突破100万美金的呢 时间来到了2021年 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 我的销售额较2020年 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到了2021年 我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5万 销售额最好的月份 也是在7月份 好 算上之前几年 从2018年开始 在AXI这个平台上面 售卖我的产品 到2021年加起来 我获得了超过98万的销售额 也就是说到了2021年 我加起来的销售额还没有突破100万美金 时间来到了2022年 到了2022年 我的销售额相较于前一年 2011年获得了17%的增长 来到了64万8千 从2018年到2022年的1月份 我的销售额终于突破了100万美金的大关 所以总结一下 我从2018年7月10号上我的第一个产品 到我的销售额总计突破100万美金 是在2022年的1月9号 也就是说我花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 终于实现了从0到 总共获得100万美金的销售额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是卖什么产品的话 点赞这个视频 如果这个视频获得了超过1000个like点赞数 我就会公布我的产品 另外在我的频道也有 SEE的免费完整课程 没错 你没听错 免费课程 就是这么佛心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佛心 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会介绍为什么我做这个频道的原因和故事 关注我的频道 获得更多SEE平台和电商的资讯 我是Breden布莱登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